嗨 嗨 幹嘛呀 你們要來幹嘛 想要看我在房間裡幹什麼是不是 鏡頭都不說話耶 但是進來吧 歡迎光臨 現在 我正在悠閒的看書 因為 昨天剛看完了非常好看的秀 然後今天晚一點再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還可以有時間出門逛逛 然後我在看的是這個 無名義的書 我現在想要來泡一個很好喝的東西 因為昨天去看秀的時候其實天有點冷 平常我其實都會帶這個薑茶出門 因為我們拍戲或者是晚上 就比如說像昨天看秀 整天很涼穿的又比較單薄 隨身帶著黑糖味老薑片 女孩子們的好朋友 我平常喝咖啡的你看 我是隨身出來的時候都會帶著 耳掛式的咖啡 因為我很怕到哪裡沒有我喜歡的咖啡 整個給西就很多 就會有磨豆雞啊豆子 然後會有那個過濾咖啡的 然後下面還會帶一個涼杯 所以整套起來就是會占掉心理箱一大部分 所以我心理箱的東西真的很多 我記得我被問過人家說我帶最奇怪的還有體重機 就陳奕涵送我的體重機 超迷迷的一個 這一房應該會做什麼運動 運動其實還蠻多的耶 其實我們平常很常做半空桌 或者是就是會寒胸嘛 所以其實胸都很悶 但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躺在這裡 會有一個高度 高度差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 先把眼鏡拉掉 往後倒 往後倒 哇 你有聽到咖咖咖的聲音嗎 就是你整個拉背 哇 整個胸都開了 然後你可以把手往前放一點 會拉得更開 太舒服了 舒服到我不想起來 這個可能有點醜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你找一個地方可以勾住腳的 你到這就不會摔倒 然後你的腳勾住了之後 其實可能這裡是要開90度 把你的上面先往下折 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勾住的原因 就是讓你不要翻過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 肩胛骨這裡 現在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會深層按摩你 肩胛骨最深最低的地方 左右兩邊拉完 一身輕 不好意思 讓大家看到很奇怪的 這是我的心情已經被我 已經破爛到成這樣 但是那是我出國的時候 一定會帶的東西 就是睡在外面的時候 一定會帶的東西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我就把它壓在枕頭底下 登登 這個是什麼 看看 刮沙棒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吃感冒藥的人 因為感冒藥 凡是藥必相生 尤其會傷腎 所以就是 本人就會 研究一點點 中醫啊 精略啊 穴位這些 然後我後來發現 穴位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 當你有一點點開始 覺得好像吹風吹到頭痛的時候 登登 這裡有個地方叫風池穴 在後面 耳朵後面這邊 然後你只要拿 就是 插一點精油 然後用這個刮沙板 在這裡 這樣 刮刮刮刮刮刮刮 這是不是跟外面接上很多那種 老爺爺 老奶奶的照片行為可以合在一起 這條一直刮一直刮 或者是 如果你有吹風機 你就拿吹風機 不要燒傷自己 不要燙傷自己 就是一直吹一直吹 然後你吹到 右邊吹完吹左邊 然後 還有頂端的這個百會穴 你也可以吹一下 你就吹到自己有點發汗 如果有朋友 可以一起幫你的話 就是吹膏 膏膏就是在 後面兩面肩胛骨這裡 就是你也吹它 然後你吹到自己熱熱的發汗之後 你隔天保證的是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穴位叫首三里 你仔細看來會發現 我這裡有一條 有點像小玉清的這種東西 有看到嗎 我沒有被加爆 我沒有被打 我是自己按自己 因為我來 我就說我來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吹到風 所以 我就從首三里這邊開始 然後一直刮刮刮 這邊有一條肺筋 沿到手的這個穴位這邊 這整條刮完了之後 一樣就是 你就不會感冒 就很舒服 但是刮刮完了之後 千萬不要洗澡 大概有四個小時 不要洗的話 你要先喝熱水 就是喝三杯熱水下去 這個是我認為非常好用的 那當然 平常除了面對感冒之外 睡前 為什麼我放在旁邊 因為睡前我會拿來刮腳底板 腳上有千千萬萬的穴道 都是對我們身體太好了 所以沒事 我就會活躍它一下 那我想這畫面 你們應該也不想看到吧 你也在那裡 又刮腳這樣 自己在不管食補上面 或者是 就是我會煮那種紅豆 弗林蓮子湯 就美白去濕又去水腫 然後或者是吃桃椒造角米 就是會幫助自己的皮膚水嫩水嫩 就是你慢慢經過自己試驗之後 就覺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會 每次看到相關的資訊就會看一下 然後再試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當然我的長輩 就是家裡的長輩 有時候也會發一些太極啊 然後把他斷緊的一些 video給我 所以我們就會 互相交流一下 就是我隨身會期待的辣椒粉 所以就想到了 因為我是一個很害怕麻煩別人的人 然後常常去外面的餐廳 尤其是去比較好的餐廳 其實師傅會很討厭你 在他的料理上面加辣 所以呢跟他們要求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小白眼 我後來就學會了自己帶 不要告訴他們我有家 但是我又吃得開心 基本上我到任何一個城市 我都會去跑步 就是第一件事 而且因為我們常常飛 很容易是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剛好是早上六七點那一鐘 然後我會先去跑步 跑完就再回來一起洗澡 那你跑完之後你就整個人就 哇整個很清醒 不然的話其實一睡下去 你的實相就會很難挑 就讓自己先high起來 那我去準備一下 因為我的小團隊們想出去逛逛 把我的東西帶一帶 辣椒粉一定要帶 然後手機要帶 我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帶環保塊 所以這個我也會蓋著 跟一個喜歡的墨鏡 出門還是要帶一件外套 巴黎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太陽 但是到晚上就會變很冷 所以 穿這個應該會有點太正式了吧 畢竟跟拍攝去逛逛街 還是我來穿這個大外套 這件出手就完全不會冷 不管它降到零下我都不會冷 椰子的話我來挑一雙小黑靴 小黑靴還不錯 而且又是平底的 還蠻適合今天的專案 小黑靴 好看嗎 好啦那這裡交給你們囉 我房間的蠟燭還帶點 所以走之前幫我把它吹掉好嗎 有看到帥氣的我嗎 我應該這樣換掉好像更帥一點 那眼睛就不在了 好不熱情喔 你們都沒有人回應我 再見 掰掰 掰掰